传感器并不都是非常复杂的 拿一个简单的湿度计来说 它的两个管角与敏感区域上的两个铜箔分别相连 两个铜箔相在绝缘底板上且靠得很近 一旦在两个铜箔之间有水分存在 则两个管角出现一定的电阻 水分越大电阻也就越小 这是因为水也是一种导体 管角之间的电阻反映了水分也就是湿度 如果把这个传感器和三极管开关相连 就能实现一个物理量向电信号的变化 当湿度传感器管角之间因湿度的变大而呈现一定的电阻时 三极管Q1的B级获得偏致 而三极管开关B和 于是风鸣器BZ1冥响 调整电阻R1的组织可以改变Q1导通的时机 恭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